小S婚後又有三個女兒經常透過社群 或是在節目上分享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今天她在節目上被問及身為小S的孩子 會有幫助還是有包袱時 她認為是有一點幫助的 小S接著透露 在錄製節目的前一天 女兒突然很想吃火鍋 但火鍋店都滿座了 完全訂不到位子 她得知女兒想去的店家後 自信滿滿地表示 抱在她身上 並打電話給相關店家 幸好最後的結果 並沒有讓她在女兒面前丟臉 小S探嫣 抱上自己的名字後 馬上就成功訂到位子了 那她還不禁笑稱自己超會刷臉 也超愛刷臉的 我會刷臉 超愛刷 Bo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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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S也補充說到 雖然當她的孩子有一點幫助 但關於孩子們未來的發展 仍舊要靠他們自己的實力 我會被採疼 對 做除了 小S 感谢观看